好了等一下我就到了 这就是本地人住的地方 等一下我就从这里进去 从这里进去 现在我进来啊 从门口进来就是我入住的这套民俗 它的入口看上去啊非常可怕 因为确实是非常破败的 转个弯 看看这是什么东西 你看墙上的电缆很多啊 好了再转一个弯 我们进来可以看到啊 这里 它是非常具有民族特色的这种建筑 看去非常的厚重 当然这里是年久失修 应该是有很久的历史了吧 估计上百年应该有了 就在这个门里 要输入密码才能够进去 好了 好我进这楼道来了 另一番天地了吧进来 我上去 这是比较暗的楼道 这是比较暗的楼道 有两层的窗子 有两层的窗子 再上一层就到了 这是门最好的 这一层就到了 现在我给大家录录我住的这家民俗 我在booking上面订的 大家它的装修啊 它是比较有原始风格 但是和现代结合 所以我还是比较喜欢这样的风格啊 这是厨房 进来之后 这边有个大的镜子 这里有个小桌子 也可以当写字台 或者吃饭桌都可以 这个鼻露 它鼻露是装饰作用的 我估计以前是烤火的 但现在只是装饰作用 然后空高非常高 估计有三米多到四米左右 三米五肯定有 有空调 窗子 还有一个单人沙发 还可以睡一个人 然后呢 这里就是他的卧室 我觉得装修的非常有群调 非常有特色 大家无视我的行李就可以了 他就是传统和现代相结 和我都觉得他的装修风格 我们再看看洗手间 洗手间也很干净 我认为非常干净 再看看淋浴 这出乎我的意料 因为我没觉得订房的时候 我虽然看着他照片 但是还是有点迟疑 怀疑 但是进来之后 我感到还是非常满意的 装饰还真的不错 很有品味 我估计可能是请了 那个专门人设计的 总体来说特别满意吧 价格合适 价格大概就是 200块钱 人民币一晚上 这是往回 看就是那是进门 那个地方 好了 就这样的一套房子 人民币200块钱一晚上 整整个一套都是 我一个人用 它是煤气的 软气加热 好的 我进这个小区来看看 这个是当地人住的小区 或者是学生宿舍吧 这 这女人在干嘛呢 这学生宿舍过去 我在等人 所以我进来拍一拍 今天天气真的非常好 天非常蓝 就像秋天一样 蓝幽幽的天哪 有人晒被子那里 然后 然后 这估计看着有点像 全宿舍的样子 没有什么特别引人的地方 对面就是 普通居民楼 估计 我也拍一拍 就是给大家看看 当地人的生活怎么样 好吧 对吧 这有当地人住的居民楼 这也是居民楼 然后对面也是居民楼 反正总是觉得有点老一样 是吧 是吧 我看看他的 他的 这个吧 不是特别 不是我的那个 这是他们当地的宗巴 这很多土雅 你看就是比较破 应该是没钱维修吧 估计 让我想起了古巴 古巴很多墙也是这样的 非常破 他们的电车油轨电车 交通应该可以 这个城市公共交通 挺完善的 他的街头也是贴满了很多东西 这是应该拉达的那个车 南方的天气还是比首都好 天特别蓝 前面自动建筑物也废弃了 我估计也是独立之前的一栋什么建筑 现在没用 偷有个水果摊 蔬菜摊 哇 我很爱